课本1.5这一节 我们是要把这个几率当作函数来看 我们前面讲过说取几率 虽然它是一个随机的东西 观察是一个随机的事件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函数 我们现在我们的事件 我们的domain就是准备要处理的事件 得到的会是我的range 是在0到1之间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是我的domain 如果domain对应到range 就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如果是一个几率的话 可以当作几率来用 那它的range会出现在0到1之间 那如果说是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它是不是连续的 就是我们会好奇说这个函数是不是有连续性 那有连续之前呢 我们就会讨论它的极限 就是左极限的右极限 那极限只存在 它就会是连续的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想像它 来看看几率 把它当作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这些特性 那我们先把 就是我们的domain里面的这个事件 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递增的 递增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一连串的事件下来 它是条件是越来越宽松的 也就是说我前面的事件 都被包含在后面发生的事件里面 这是一个 把它排成一个序列 把这些事件全部排成一个序列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 就相当于是我的 范围越来越大 这样子下去 那我们会说这是一个 递增的一个事件 一个event 那如果反过来 如果是递减的话 那就是我的条件是越来越严格的 就是下一个事件发生的条件 比前一个更严格 所以它的发生的几率就越来越小 缩小下去 那这个是一个 递减的一种事件 一种事件的序列 那我们有这个递增递减的情况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考虑它的极限 极限值 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把 定义这个 probability function 它的 Domain 连续会是什么样子 或者它的极限是什么样子 因为以前我们讨论的 这个 函数 大部分处理的Domain和Range 都是实数 那对于实数来说 我们要讨论它的连续性 是比较直觉的 那如果现在 我们的 几率函式 就是几率把它当作函式来看的时候 因为它的Domain 会是一个事件 那事件 的话 我们要把它 讨论它的连续性 以前我们是没有看过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定义一下 那对于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现在刚刚 找了一个事件的序列 是一个sequence 那这个sequence 它的极限的话 就是说我们一直排列下去 那如果是 地增的话 如果是一个地增序列的事件的话 那它的极限 就去到N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极限相当于是 我把所有的事件都去连击 那如果是D减的话 D减的话 就是去交集 这个是我们对于 这个事件 这个基率里面的Domain 这个东西 或基率里面的事件 这个东西 它的极限 这个定义 然后我们有 我们对Domain 取完极限之后 我们就可以 对Range 来取极限 就是把它真的 当作Function来用 那我们刚刚是 对这个Function里面 定义 Domain的值 取极限 那现在我们要 对Range 来取极限 就是它取完 几率之后 得到这个值 取极限 跟Domain的极限 是什么关系 那定理1.8 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一个 函数值 就是我们是取极率 把当作函数来看 取极限的话 那它其实 就相当于是 我们把 在Domain里面 取极限之后 再取极率 那 如果说要证明的话 我们在 递增函数的时候 我们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 递增函数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取极限的结果 是 做 连极 那连极的话 我们可以把 也就是它是 越来越大的 E1 E2 E3 一直递增下去 那我们把它 扣掉的部分 都另外取一个函数 要另外一个事件 用F来表示 那所以 原本的 我们的 连极的E 可以把它写成 连极的F 因为 我们每次 像这一部分 就是我的 F2 那剩下的这一部分 E3 减去E2 这个是F3 这样一直下去 所以我们全部的 所有的 F 这个事件的连极 跟所有 E的事件的连极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最大的 E 那 得到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如果 对 这个 N个E N个E的连极 取的结果 就相当于是 N个F 取的结果 就相当于是 最后一个 一个值 对 那所以说 我们取完之后 因为我们前面看过说 如果是 呃 我们这个 应该说 我们讲一下 我们这个相减之后 那每一个F 这个事件 其实它的交集都是0 也就是它是 呃 那叫什么 呃 互赤 呃 现在想不起来 那个字 就是 它们的交集都是0 所以它们的连极之后 取几率 就是我把F之后 F的连极之后 取几率 相当于是 我把他们 取完几率之后 直接相加 然后是 exclusive for 的结果 那 连极 取完几率之后 相加 那相加的结果 就会是 呃 因为我们 其实是 连极这个值 我们是可以算的 那 我们会得到一个 i等于1到无穷大 全部加起来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 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算了 因为我们是 把无穷多个 这个 几率的值 连极起来 都是 独立事件 连极起来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跟我们的 单独一个事件 结果是一样 所以 我们的 取完极限之后 在求几率 跟 求几率之后 取极限 结果是一样的 这是在 递增函数的情况 那如果是 递减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 反过来看 也就是说 如果刚刚的 函数是 递增的 那我们现在是递减 递减就是说 如果我的 这个范围是 越来越小 那可是我 故意把它 取成 它的 補数 变成 補数 来看它 它的補数的事件 那就会变成是 递增的序列 那递增的序列 照我们刚刚 取到的结果 就会变成 这个极限 就是 就是成立的 所以 如果今天 我的en 是一个 递减的序列 那它应该 要写成 交集的结果 那交集的结果 我们把它写成 1 去扣掉 所有交集的结果的 補数 就是 原本是要取这个 那我们把它 改成 取補数 那改成 取補数的话 这是交集之后 取補数 相当于是 補数 之后取连击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变成是 要取这个结果的 连击 那这些 所有事件的 補数 又会是 一个 递增的序列 那既然是 低增的序列的话 这个的极限值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 这个极限值 这个极限 就可以提出来 拿到外面来 那 这个 取補数 的几率 我们单独看这一项的话 就可以再写成 1-去 这个 補数的補数 就回到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极限 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对1取极限 跟对这个 几率值取极限 得到的结果 就会剩下 最后我们想到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 这边只是 比较简单的证明一下 我们在 递增的 时间 或递减的时间 的序列 它的极限 都是可以 算得出来的 就几率里面 我们都可以用极限来算它 那 这个东西的 这个应用 在课本上面 给了一个例子 它是讲 是说 如果有某一种 生物 它的这个 种群的数量 在 第N代的时候 灭绝的机会 是 这么大 这应该是灭绝的机会吧 灭绝的机会 灭绝的机会 是这么大 灭绝的机会 灭绝的机会 这么大 那 这个时候 我们想要看说 最后 这一个 这种生物 它存活的几率是多少 所谓的存活的 存活下来的几率 也就是说 我的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我灭绝的机会 灭绝的机会 存活下来的机会 就是一一去扣掉灭绝的机会 所以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把这个事件 先把它分析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存活 跟灭绝 它是一个 可以把它 写成一个 地震的序列 就是 我今天如果第一代 就灭绝了 那我第二代 就一定灭绝 第一代灭绝的条件 是最严格的 可能第一代 没有灭绝 可是第二代灭绝了 或者是第二代没有灭绝 第三代灭绝了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整个灭绝的状况 灭绝这个事件 是可以形成一个 地震的序列 就是地震的序列 地震的序列的话 越前面的 它的条件 发生条件是越严格 越后面的话 是 越 越宽松的条件 所以它才会 范围越来越大 包含范围越来越大 那它是一个 地震的序列 所以 今天我们想要看的是 它最后存活的几率 那存活的几率的话 就变成是 一去扣掉 这个灭绝的几率 所以 写出来的话 会变成是 我们要 取到无穷大 就是说 最后 无穷延伸之后 它灭绝的机会是这么大 可是它最后是存活的 所以变成一去扣掉这个几率 那我们刚刚看到说 我们如果取这个序列的连几的话 那我们可以取极限 那对它取极限的话 就变成说 我们刚刚也有看过说 这个 这个几率 取极限 相当于是 这边其实少写了一步 这边应该多写一个 叫Limit N去近无穷大 P1N 那这个P1N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N 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式子 那最后 在这项 取N去近无穷大 会得到 Exponential的 负的三分之一 所以 Exponential的负的三分之一 是到 它最后 灭绝的几率 那最后存活的几率 就是一去扣掉 这个值 就是存活的几率 所以这是一个 如果说 如果说 我们把几率 真的当作几率 来看的话 当作几率 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算这一种 无穷延伸 就是事件延伸到 无穷远 这种情况 就是可以把这个 当作几率来看 这样的计算结果 好 这个是 可能是以前 我们几率比较 比较没有考虑过的情形 不过这是 这是应用上面 可能实际会可以用到的 可能实际会可以用到的